大家好,相信大家在生活上或工作上挑选颜色的过程中 有时会遇到配色的烦恼 那么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个可以生成不同颜色搭配 以及寻找颜色组合灵感的网页 它叫做ColorMatcher 那你们可以在浏览器上面输入Designs.ai 然后你们就会来到这个画面 在这里呢,点击产品 再点击ColorMatcher 然后你就会来到这个ColorMatcher主要页面 让我为大家介绍什么是ColorMatcher ColorMatcher是Designs.ai套件中的一个免费在线调色盘生成器 它允许用户透过色彩盘模板挑选 色轮操作和图像颜色截取功能来创建漂亮的颜色组合 此外,用户还可以测试他们的调色盘 是否符合颜色的对比度 最后,您可以以Json格式下载 在调色盘组合的色码或储存于有In-Negin账户现象资料库 并用于未来透过Designs.ai工具设计创作使用 现在我们就是在Color Palette的主要页面 你们可以看这里就是各种不一样的调色版 那如果你们有个主题想要探寻的话 那你们可以从这里点击 然后你们可以从各种色票中选择 你们喜欢的颜色,然后他们就会生成符合于那个颜色的调色版 我刚刚选择了粉红色,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调色版都是以粉红色为主 主要颜色的调色版,那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出你们的灵感 找出可以适合你们的创作的一些颜色 它的颜色数量很多,所以你们可以慢慢搜寻哦 在你们探缩调色版中呢 你们可以发现当你的滑鼠悬停在某个颜色上 那个颜色的色码就会出现哦 那你点的话,它就是会帮你复制,然后你可以直接运用到你的创作上 所以你可以看,每一个颜色都有它独特的色嘛 所以在这里,比如说你喜欢这个粉红色的话 你点击,然后你在创作上那边复制贴上呢 就会出现这个指定的颜色 那另外呢,你们可以看到每个调色版的下方 就有这五个按键,那这五个按键的功能 各个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文字与背景 对比颜色的分数,然后这个就是色轮 然后这个是可以测试尺调色版的对比 然后这个是可以从你伺调色盘生成渐成的颜色 然后如果你们已经登入Imagine系统后 您可以点击这个爱心符号 系统将会把此调色版储存于你的资料库哦 那我们继续搜寻喜欢的颜色 好的,那我看中了这个调色版 那我可以在这里点击Text 那它就会带到我到Text的页面 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它会利用里面所有的颜色 帮你做文字与背景的搭配 那你可以看到,有些分数比较高 有些稍微较低 那分数呢,就是显示那个可读性高不高 分数越高的话,就是可读性加 所以当你往下滑的话,它是会越来越低 代表可读性不够好 那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什么颜色的文字 可以搭配什么颜色的背景呢 阅读者会读得比较舒服 接下来,让我为大家介绍ColorMatcher的其他功能 所以在这个Extra,你们可以看到Will Will就是ColorWill色轮 那我们点这个ColorWill色轮呢 哦,等一下 你就会来到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这个就是色轮 然后这个是明亮度的调色 这里比较亮,然后这里就越来越暗的颜色 那你们可以这样子调哦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使用自定的功能 自定功能呢,你就可以一个一个自己调 那我比较喜欢蓝绿色 这个我喜欢比较深的蓝色 然后紫色,我要配一个浅蓝 然后这里我要配稍微黄橘色 然后这个呢,稍微像一个粉色系的橘色好了 那这个青色呢,我稍微调一下 好了,那我现在对这个调色板非常满意 那我就可以直接储存到我的资料库里哦 那在这里呢,你也可以选择 不同的颜色输出方式 有HSV,RGB,CMYK 那如果你们是要在印刷使用的话 那你们可以点击CMYK 然后在这里呢,就是你的每个颜色的CMYK色码 那你们可以记录下来 然后可以在你们的创作上运用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蛋色系 Monochromatic Monochromatic呢,就是类似像相思色 就是比如说,绿色呢,调色板里面的颜色 就是比较偏绿色 尤其是从深到浅的颜色 那你们可以稍微移动一下 来找出你们喜欢的颜色 就是这个是蛋色系 它就是以明度语和暗度调整的那个调色板 那analogous呢,就是类比色 类比色呢,就是邻居左右左右的颜色去搭配 那你可以移动,它们全部就会一起移动 那你们在这里可以慢慢挑选想要的颜色 对的 对的 那你们满意以后,也可以直接储存哦 然后,complementary 就是互补色 那互补色呢,通常就是180度的对比 就是它就是会180度旋转 那挑选的颜色呢,对比度就比较强 比如说这个是这样,暖色跟冷色在一起 你看,暖色跟冷色在一起 那在这里,你们也可以移动每个点击的点点 然后,找出你们满意的颜色 我蛮喜欢这个的 那我稍微调整一下 好,我挺满意的 那我可以直接点击储存调色版 那复合色呢,就是比较偏向一个复杂的颜色配色 那你们可以看到,它们会有两边的相似色配一个对比色 那你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强烈的颜色 配一些比较可以配合的颜色 可以调整明亮度,或者是直接旋转 然后,这个就是三元色 三元色呢,它就是像个三角形这样子去做颜色搭配 这个色轮的好处呢,就是你不用烦恼什么颜色 这个搭配会好看 因为你透过这一些设定呢 它的颜色是一定会还不错看的 那你可以慢慢这样子挑选 那这个就比较偏青春儿童的调色版 那这个是四元色 四元色呢,它就是像一个正方形这样子去做挑选 那你们可以移动 所以基本上每个颜色的属性都很不一样 就是它们就是会比较缤纷的调色版 那shade呢,就是淡色,但是从明亮度那边做调整 比如说红色,从比较浅的红色去深的红色去很深的红色 这里呢,就是加了黑色,就是红色加黑色出来的颜色 然后这个呢,就是红色再加白色出来的颜色 那就是shades 那你们可以在这里做调整 很多很多各个不一样 你亮度也可以一条哦 那在这里你们都可以做出很多很多不同的色彩搭配 很方便使用哦 接下来呢,就是text text呢,就是可以在自己找出背景颜色和文字颜色的对比度够不够 那如果分数越高呢,就是可读性比较好 那当你慢慢往下滑呢 分数有没有发现它越来越低呢 那越来越低的意思就是可读性就比较 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你看,就是最低的分数 就是,其实就是可读性不佳 而不建议你使用这两个颜色搭配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randomize randomize呢,就是你们可以随机生成 那当你们clickrandomize的话 它就会生成不一样的颜色 而在这里你也可以慢慢找出 文字与背景的颜色搭配 还有看它们的对比分数 符不符合阅读值的要求 那像这个就是可读性非常高 它的那个对比度也非常高 所以文字可以很明确地显示在这个黑色的背景上 那我们找一个对比度不够好的 那像这个,你们可以看到文字的颜色跟背景的颜色都比较不明亮 它们比较偏暗的颜色 所以你可能可以看到它的分数就是还蛮低的 所以比较不建议在文字还有背景有颜色的那个使用 当然如果你喜欢的那个色码都会出现在这里 也是一样点击呢,就会帮你复制 然后你可以直接贴上在你的设计的软体中使用 好了,现在就是overlay overlay呢就是像个照片滤镜 那我们点这个照片滤镜overlay呢 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内建的滤镜就是有这几个 那overlay,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就是那个滤镜的颜色的色 那在这里呢 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上传你想要添加滤镜的照片 那比如说我有这张照片我想要加一个滤镜 那这个滤镜呢可以为你的图像赋予不同的特点哦 上传一张照片我们在各种滤镜会对此照片进行预览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照片 然后你可以就这样子轻松下载 嗯,那我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 滤镜 我蛮喜欢这个的 那我可以直接点这个按键下载 就是gradient gradient就是色彩渐层生成器 那我用这里的调色板做个案例 然后我点击这个渐层生成器的按键 然后呢它就会把你带到这个渐层生成器的画面 那在这里呢,你刚刚所见到那四种颜色呢 它就会在这里帮你进行渐层的运用 它就会不同的搭配 就是对每个颜色做不同的搭配 例如这个我看到我蛮喜欢的 我也可以直接滤镜 这两个色码并用于我的创作上 或者是可以直接下载这个尺尺渐层的颜色 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随机生成 你可以点一下 它就会换个颜色了 它就不会针对你的 你们刚刚挑选的调色盘去做 它就会随机挑选 然后再帮你做渐层 那么是一个很好的找灵感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呢,你可以调整那个 或者是间层的角度 可以打斜的或者是红的或者是直的 那是很方便使用的一个工具 介绍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contrast contrast呢,就是文字与背景颜色对比的测试 因为我们往往做设计呢 有时候我们年轻的人的眼睛就比较好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颜色的文字 在这个颜色的背景其实可读性还不错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其他人对于这个可读性够不够强 那举一个例子呢,我们就用这个来做测试 我们选择这个调色盘来做测试 那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contrast的icon 然后你就会来到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它就会把你的颜色 你的调色板上面的颜色 横的摆跟直的摆 然后他们就会做一个比较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深蓝色配这个浅蓝色呢 其实它的可读性还不错 它也一个小勾勾 所以分数越高呢,就是可读性就是越好 对比度也足够 所以你可以看,文字的大小都全部all pass 那这个是normal large large bow 它们每个都符合那个可读性的对比 那另外一个像一个很淡的粉红色 配这个很淡的蓝色 基本上我们的眼睛其实也看不到上面的文字在写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叉叉 还有它的那个对比的分数非常低 代表这个就非常不适合使用于文字运用上 那第三个就是稍微比较深的粉红色 配这个浅蓝色也是不是很佳 因为它的对比度不够 我们并在远方就是比较抓不到上面的文字在写什么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分数就是1.22 就是其实蛮低的 对,这里就是小锅与3 就是其实都不合格 就是大众比较不能阅读 有持文字跟背景的色彩搭配 那另外就是 深蓝色背景跟浅蓝色的字 那这个搭配也是还不错 6.43 那就是5分以上呢 就是AA就是 阅读性还蛮高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浅粉色配这个浅蓝 也是不是很高 所以那在这个表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 它会帮你分析就是 用哪一种颜色作为背景 跟用哪一种颜色做文字 它的可读性 够不够好 那你们可以用这个表来参考 并做你们的设计 那你们在这里挑选色彩盘的时候 你们觉得太多了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然后在这里挑选 那个不同的色票去做选择 也是帮不了你 比如说这个是黑色 觉得还是没有自己喜欢的 那个色彩搭配 或者是可以选择比较复古系列的颜色 你们觉得 嗯 还是不是很理想 现在让我来为大家介绍 Color Match最后的一个功能 也是我最喜欢的功能 那就是Image Color Extractor 就是图像截取主体颜色 那你们点击这个按键呢 你们就会来到这个画面 那从这个画面呢 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从你们最喜欢的图像 找出里面的颜色 比如说我非常喜欢 这个图像的颜色 那我把它 嗯 输入进来 它就会直接 很神奇的把里面所有的精选颜色 把它排列出来成为一个调色板 然后如果你想要进行就是 嗯 调整的话呢 你们可以先储存 然后再继续做调整 或者是如果你们已经非常满意了 你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 运用这些色码来做设计哦 那这个功能是不是很厉害呢 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功能哦 如果你们在那个调色板的那个 色库那边找不到你们的理想颜色 这个就是最佳的选择 好了 我的Color Matcher 简单介绍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